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天 美国跟澳洲有同学打电话给我 问我这个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应付 大家都知道 新闻跟星象告诉我们 今年就在这个月18号 太阳系的星球 以地球为中心排列成一个十字架 那么这个在整个太阳系的磁场产生很大的变化 明年 年轻年的五月 太阳系的行星会排成一条直线 这两种形象 确实给数数多多人带来了惊慌 新闻学家 这个科学家都警告我们 这种磁场 也就是不寻常的星球的引力 对地球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地球上的生物 乃至其他地球 其他星球上的生物 也都产生很大 也都产生很严重的影响 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 科学家的说法 也只能说到此为止 因为这个理念 究竟所以然的道理 太深奥了 没有人能够理解 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会联想到 在三千年前 古印度可以说是 宗教发达到相当的高峰 他们用禅定的方法 突破了时空的围次 观察到六道轮回的现象 但是 依然不知道 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 所以 想突破这个问题 想解决这个问题 而束手无策 在这种状况之下 释连接决 释连接决 出现了世界 这一个状况 就是众生有感 所以祝福菩萨 永远是个被动的 它不是主动的 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想的 众生有感 佛就有应 所以说佛不用主动 佛如果要主动 他就是凡夫 他就不是佛了 主动是有心的 被动是无心的 只有无心才能硬 有心能敢 我们感动他 佛菩萨出现的世界 他来做什么呢 就是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告诉我们 这些现象之所以然 现象之由来 为什么会变化 所以 这些事情 也帮助我们 解决现行 这些太空当中 现象 以及对于星球上 生无种种影响 都在佛经范围之内 西方的预言家 说得很好 昨天 沃洪 交给我一份文件 关于 这些预言的讯息 最后一条 有人问这些预言家 地球的变动 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礼物 他答得很好 我们自我的大决心 这是智慧的大夫 了不起的大夫 但是他只说一个大决心 要怎样才算是大决心 他没说出来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决心了呢 没有啊 真正大决心 是佛菩萨 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提升自己的境界 那才算是真正的大决心 否则的话 还要随意流转 那不是大决心啊 他这个大夫 我们听了 很有受用 前几天 我们讲到感应篇 应该命人之凶 恶人之善 既人之急 旧人之危 现在 凶灾 危急 已经达到基础了 全世界的灾难 我们怎样去救 怎样去帮助 唯一有真正的大决心 不但自己得度 而且也帮助这些许多苦难的众生 过去 我说过多少遍 我们纵然没有能力 把这个劫难化解 确确实实 没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呢 这是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一切造物的众生 所干的 共业所干的 我们哪有这种能力 来化解 但是 尽我们自己的力量 说把这个灾难 程度 减轻一点 减缓一点 时间缩短一点 这是肯定 可以做得到的 能做到这一点 就帮了很大的忙 要怎么做法呢 佛家教学三个目标 最后一个目标 转凡成圣 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时期 短短期间当中 转凡成圣 我们这个心愿 也会落空 能不能转凡成圣 答案是肯定的 凡而胜 只在一念之间 什么是凡呢 齐心动念 自私自利是凡 什么是圣 齐心动念 为一切众生 决定不掺杂自己 丝毫厉害得失在其中 这就是圣 换一句话 转凡成圣 彻底奉献 奉献自己 身家性命在所不惜 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 这个人就是福 这个人就是菩萨 大觉醒 是说这一种事情 我们在这么许多年当中 时时刻刻 提醒同学们 我们决定要掌握住 佛陀教会的纲领 抓住学习的原则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确 慈悲 我们要如是用心 大觉醒 就是大转变 过去 我们修学 除世在人间 无 心不真 不沉 从今天起 放下一切虚伪 我们以真诚心 过日子 以真诚心 除世在人间 无 这就是你决心 心地真诚 一定清净 清净就是 决定不再受污染 什么是污染呢 现在人讲诱惑 财色明十岁 无欲六成的诱惑 我们把它放下 决定不再受 诱惑了 清净心 清净就是真诚 真诚就是清净 无时节以来 我们都是 这个供高 我们自以为是 今天我们把这个错误的观念 确定放下 知道 身份平等 万法平等 供高 我们 要断得干干净净 要修 要修清净 要懂得 谦让 我在前面 曾经跟主位讲过 礼让 忍让 谦让 修我们的平等性 舍弃自己的沉浸 舍弃自己的妄想 分别支柱 完全随顺佛陀的教诲 随顺太上感应品 一教风行 这是真诚 这是真诚有智慧 齐心动念 严于造卓 如果与 佛菩萨 太上感应品 教诲相违背的 我们就迷惑了 我们就颠倒了 往昔 念念为自己 念念为家庭 念念为自己 小圈圈 现在我们把这个心 盖过来 我们要像上帝一样的 爱世人 要像佛菩萨一样的 大慈大悲 爱虚空伐剂 一切众生 肯定虚空伐剂 一切众生 就是自己 大臣经上 常讲 摄放三世佛 共同一发神 这是把我们的心 180度 彻底转变过来 这叫大觉醒 你这一转变 就超凡入神 就不是凡夫了 就慈悲心而论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就正确而论 你就是文殊思理菩萨 就清净平等而论 你是普贤菩萨 真诚而论 你是地藏菩萨 你已经超凡入神 所以 做凡夫 做佛菩萨 这个群在自己 不在别人 你能转过来 你就是佛菩萨 这个劫难 就化劫了 白衣神咒上所说的 一切再样化为成 只要你念头真转过来 就化解了 佛菩萨所住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福 住佛护念 龙天善神保护 这一个地方 纵有灾难 灾难减轻 所以我说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不能说不好 对修行人来讲 大好的正上人 为什么呢 不敢懈怠 不敢再延迟了 真的是分秒逼真 快快把自己提升 到法身大死 心转变了 我们的行为 就转变了 行为 一定看破 放下 看破 对世出世间 一些 离世因果 都明白了 不舍就明白了 这个经教摆在念前呢 就通达了 字字句句 无量意 你为什么没有看出来呢 你的心没有转变过来 你的行为没有转变过来 心形转变过来 什么困难都没有了 都化解了 祝福菩萨 圣贤人所设的教诲 全是自信的流露 什么是自信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慈悲 是自信 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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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境界 来得及 看破之后 一定放下 放下什么 妄想放下 分别放下了 执着放下 万元放下了 只有一个心 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服务 为国家服务 为世界服务 为法界一切众生 这个人就叫做福 就叫做菩萨 自己的生活 自在随缘 人不自在 是你放不下 你彻底放下了 你就得大自在 那个时候 就不是夜报生了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是夜报来的 没错 是凡夫 现在我们遇到佛法 我们遇到这个机缘 做一番 大大的改变 彻底的 忏悔 180度的 回头 转烦成圣 所以 跟诸佛菩萨 视线在人间 没有两样 一切诸佛如来 到人间 视线来的 应一什么神得度 就视线什么神 所以诸佛菩萨 化现在世间 他们的生活随缘 不是叛缘 叛缘是 叛缘是 心里有讲求 我要怎样 怎样 怎样 那是叛缘 佛菩萨 没得怎么念 心念 生活环境 什么环境都好 都欢喜 丝毫执着都没有 世间认识的好 很好 世间认识的不好 也很好 样一样都好 未有一样不好 他得自在 世间人有分别 有执着是决定 不自在 离开一切分别 知者 就得大自在了 这是说 破迷开悟的人 赚凡成圣的人 他的物质精神 生活 自在 随 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 美满 世间人不懂 我们清楚 我们一定要快快赶过来 最后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处所 绝不忘记 阿弥陀佛 我们在身后当中 在工作里面 在一些应酬里面 急得力功 这个话 前面说过 在此地不再细说 将这种功德 回向求生 净土 随时随处 我们跟阿弥陀佛 密切联系在一起 随时随处 都可以往生 自在往生 你说 这岂不是佛家常讲的 大圆满 大圆满 就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成就了 就在这短短十日当中 圆满了 随我们的心情 无比的清净 无比的喜乐 全心全力 为这些苦难众生 做出我们最大的贡献 这个就是 存菩提心 行菩萨道 真正是 化解凶哉 旧苦旧难 这个才是 所谓的 自摸的 自摸的 大决心 西方语言家 只说了这么一个题目 并没有详细说明 我给大家做一个读解 所以这个艰难 我们知道有 但是我们决定不恐怖 不惊不不 而在这个短短时间当中 决定把自己向上提升 永远的提升 决定不再堕落 这是真正的大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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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